在花艺師吳巧瑩细心说明指导下 妈妈们用康乃馨搭配干燥花 设计出属于自己的花艺作品 创造专属的母亲节幸福感 我会用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首先呢我会先介绍花财 让他们认识一下花财 因为我觉得你能够认识它 你才有办法把它安放安插在你的作品上面 那我也希望能够借我的专业和我的力量 让更多人可以感受花艺之美 这是为了庆祝母亲节 基隆市议员曾宜芳特地和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卫 在七堵区和好几个礼办公处 以及社区发展协会 联合举办八个场次的花艺DIY活动 每个场次接受60位婆婆妈妈们的报名参加 其实在母亲节前夕 宜芳与童子卫议长一起来举办了 这个我们七堵区的八场花艺活动 那其实为的就是让妈妈可以感受到 我们地方的民意代表对于妈妈的用心 让妈妈可以把这些花盆花艺 透过自己的想法跟那个想象力 把它插成完整的一盆花 然后把它放在家里 可以让每天就想到说 这个是她在某一年某月某日所做的一个花艺课程 那她对于一些文艺的一些艺术 她会有更加的成长 那因为毕竟像社区有一些活动 其实常常都是跳舞课程 或者是那个唱歌班或者是烹饪班 对于一些文艺气息的一些花艺艺术作品 其实是比较少的 所以宜芳是跟同志会议长讨论说 像这些花艺课程是可以把它带入社区 让妈妈可以感受到社区不一样的气息 参加花艺活动的婆婆妈妈们 都感到很开心也很幸福 你的DIY好不好 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怎么说 这样子又可以交朋友 又可以学了新的一样技巧非常好 市议员曾宜芳静一步表示 这次也把花艺DIY活动带到七毒马林 以及有类地区 所谓山曲无礼里面 让辛苦的妈妈们都能够获得快乐和幸福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